大家好,这里是汪哥书电影,我是汪哥 今天分享一个妈妈长出六条手臂还不够用的故事 六臂妈 清晨六点半的闹钟一响 妈妈就快准狠的摁掉了 深深懒腰再洗漱一番 今天的战斗就算是开启了 只见妈妈钻进了厨房 然后熟练的弄出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不知不觉 妈妈的背后已经长出了六个手臂 看个时间七点半了 该伺候家里的父子俩起床了 手把手喂饭 再手把手刷牙 甚至穿衣服也是妈妈代劳 刚将老公丢出家门 又该送儿子上学了 趁着开车红绿灯的空隙 妈妈又赶紧将自己打扮了一下 好险 又是他在最后一分钟准时上班 本以为可以喘口气歇歇 结果领导又来视察了 既然刻不容缓 那么六条手臂是时候出动了 别以为下了班就能够轻松 家里的父子俩还等着吃饭呢 于是他又在超市开启了新一轮的扫荡 基本的东西全都到手 实惠的东西也要到手 即使面对的是一群大爷大妈 到家总能轻松一点了吧 哪知儿子已经将家里搞成了垃圾场 无奈的妈妈只能继续恢复战斗 挥一挥手 家里看起来终于又像个样子了 结果老公一进家门 就来了个脱衣三连 儿子还淘气的飞来了玩具汽车 可这又能怎么样呢 毕竟是一家人嘛 是马桶上的污渍惹动了妈妈 劳累了一天的他彻底爆发了 不论说多少遍都没用 他又不是一个机器人 可以24小时连轴转 失去理智的妈妈变成了六臂怪物 现在的他只想收拾这不懂事的父子俩 见此情形 父子俩是拔腿就跑 可变身后的妈妈是伤害之满分啊 只要他触碰过的东西 全部暴力而亡 父子俩一会上楼 一会下楼 妈妈则是不停的在后面追 突然间老公不小心半倒在地 眼看又躲不过去了 他立马改换招式 想要假意求饶 然而妈妈根本就不吃这一招 这时老公随意的一个动作 却正好将苹果壶扔进了垃圾桶 巧的是 这一招好像起作用了 为了安抚妈妈 父子俩立马主动干活 就这样 妈妈的六臂手 慢慢消失了 这个家也恢复了平静 妈妈也因为感动 变回了正常 就在汪哥以为剧情要走向温柔 美满大结局的时候 冰箱里又涌出了一大堆垃圾 而父子俩并没有打扫的意思 影片的最后 妈妈又开启了暴走模式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又夸张的表现形式 生动的刻画了妈妈的家庭工作之间的状态 虽然可能没有本片表达了那么夸张 但是希望身在家庭中的我们 可以多多换位思考 既然身为家庭的成员 那么就应该相互分担 相互体谅 不要将所有的爱都理解成理所应当 没有人应该接受你的抱怨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